OBS怎麼樣來做錄影 假設你今天 像我剛剛這邊 我這邊先 先收 我先預覽一下 假設你 就是我把這個 打開 我這樣已經好了 其實你要加多少個塗層都沒有關係 都沒有關係 那我現在假設我已經好了 你看一下我們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看到 這裡有兩個 這個 有沒有 各位你應該知道 除了就是我們剛剛 我的主要目的是要幫助老師錄製模特師嘛 但是你知道 平常網路上 大家用這個軟體來做什麼你知道嗎 你有聽過網紅吧 如果你哪一天想不開 想要紅的話 就按這個 不管你用Facebook YouTube 你會有朋友來問你 你被直播了喔 你在直播什麼 你知道嗎 我之前 我之前 第一次玩那個YouTube直播 忘記把那個 因為平常那個連結都是 我都設公開嘛 比如說我影片傳到我都設公開 結果我忘記把它設為私人 結果我一直播上去 馬上有個同學 上過 關過我課的同學 馬上來問 老師你也直播上 哈哈哈哈 害我嚇一跳 真的真的 所以那個很重要 要設為私人的 不然就是知道 不公開這樣子 好 那這裡呢 如果你要錄製 你就按下錄製就好了 他就開始錄製 有沒有開始錄了 當然你要檢查一下 你看中間這裡有沒有一個叫混音器 有沒有 中間這裡是不是有一個叫混音器 你要確認一下 你麥克風到底有什麼 我現在是有聲音的 有沒有 對不對 你可以檢查一下 那這個呢 還有下面媒體來源 媒體來源是誰的 就是這段影片的 我剛剛不是有一個叫媒體來源嗎 這個有沒有 這段影片 你看點到他 是不是這段影片 所以如果你覺得 我在講解的時候 那個影片聲音不要太大 各位 你就是DJ囉 你應該知道 用了這套軟體之後 你就是現場的導播 你要切哪一個畫面 叫哪一個素材 音控 全部都是一個完成 這樣了解 真的真的 你不要小看你自己 你就是這麼厲害 有沒有 所以如果我聲音不要 我就把它 按掉 這個時候就不會有 那個影片的聲音來干擾你 你就可以很正常的 講你的事情 好我已經錄完了 我就按停止 他只有一個問題 就是沒有暫停了 哈哈哈哈 錄了就錄了啦 所以 按停止 這樣就錄完了 那錄完之後 不知道要去哪裡找 原則上如果你沒有特別改過 預設都在我的 那個叫媒體櫃裡面 所以我們從這邊 來你看我們左上角 檔案 有沒有叫顯示錄影 好你從這個地方把它打開 你會看到這裡有一段影片 它會預設值就依照你錄製的日期跟時間 但是你有看到它是什麼格式的嗎 FLV對不對 叫Flash Video 我們這邊可以播 是因為它有裝的那個播放程式 可是現在很多人電腦是沒辦法播這種格式的 怎麼辦 請他幫我們轉換一下 所以你再回頭看一下檔案這邊 有沒有叫重新封裝 你可以從這裡按一下 告訴他你的檔案在哪裡 我的這個 請他幫我們把它封裝成MP4 有沒有 但是這個不會很久 來不及喝咖啡好嗎 有沒有這樣就好了 不是說我影片短的關係 你是因為他只是做一個簡單的格式轉換而已 所以這樣好了之後 你只要再打開我們剛剛這個顯示錄影 你就會發現有沒有多一個跑出來了 這樣子MP4的你再播就可以直接播 蛤 不能 沒有開始錄了 當然你要檢查一下 你看中間這裡有沒有叫混音器 嚇我一跳 我以為 可以啦 有沒有 這樣了解了 所以我們是不是現場 然後再把那個就錄下來了 這樣會的 那如果 像我剛剛講 你真的想不開你可以按下串鈕 但是放心啦 因為你現在什麼設定都沒有 對不對 不可能會播出去 等一下我會跟各位介紹 如果你想要當網紅的時候 該做哪些準備 好 不用周告親朋好友 但是你有個東西要拿到就對了 嘿 來還給你 所以 你剛剛沒有錄 給你錄看看 阿明 謝謝 阿明